戏子大师曹延磊的戏啊 确实精彩有开头 本节视频啊 给大家分享 曹延磊先手战胜特级大师 谢敬的一盘精彩名剧 红发 曹延磊开局的先人之路 那黑发谢敬特大 上正马 红发两头蛇 黑发评别炮 红发正马 黑发出局 红发出局 那黑发巡河局 红发平炮要求对局 黑发平局对炮 那这个戏如果说把局对掉 红发是吻持先手啊 那么加雷 红发出紫的速度比较快 实战呢 他是平局要求对炮 红发接受对紫 黑发平炮一打 那接下来 就打马得子的戏 红发把马跳上来 黑发刷下连环 红发也跟着飞下 黑发捕士之后 红发捕士 那黑发拱足腰队 红发送兵渡河 黑发平局吃兵 随时可以吃马 红发平局打算吃炮队子 那如果黑发吃马 红发吃炮 导致黑发的欺负马 这个戏呢容易脱根 也是对黑局的隐形牵制 而且黑发的右翼子力啊 不容易活通 假如你上马登局 他进去捉马 黑发只能出贴身局去保马 那么这样一类啊 红发捞持歇手布局成功 那么当时 黑发平视脚炮 那红发上马排合 黑发上边马之后 红发进去足领 黑发拱足火马 红发上马排合 那黑发出局要对 这个戏呢只能对掉 如果你平局去压马 他可以巧先入局点加 你落下他就砍下加 落实呢他砍是加 你起来之后呢 进局加 爬到三楼之后 他平局加 你只能说平到四楼 那么家里平局继续加 你只能平中 这个时候呢 继续平局加 总之呢你只能平到四楼 然后呢再一退局 那这期啊 几乎呢是防不胜防 那家里呢 黑发可以巧先入局了 所以说呢 面对黑发的要求对局 红发只能对掉 黑发把局一吃 然后红发上马吃个足 黑发平局过来 随时加冲 那红发提前落实防守 黑发上马 红发禁局足领 黑发平局顶马 红发退局宝马 家里可以平炮去打局 那黑发退炮调刑 红发平炮打局 黑发平局躲开 此时红发退局下二线 那黑发继续平局到二楼 红发禁局随时吃马 那黑发禁炮宝马 红发退局 这也是防止黑发家里闪击 那么先把局逃离险地 黑发禁炮打局 红发禁局捉马 黑发退炮宝马 红发在禁局点住下路 此时黑发上马 那红发平局卡下路 家里有肯啊 随时登下 走到这里之后 那黑发把下一落 红发平局随时捉马 黑发上下用炮给马升更 红发再次平局站内 那这些呢 随时啊 与这个登下的起 黑发把下一落之后 红发此时平炮 准备叫杀 黑发上马拍和要求对马 红发把中阻吃掉 那黑发上马吃兵 下一笔起呢 有可能吃炮 红发炮一退 黑发拱鞭足 红发呢 就补个势 那黑发退马要退 红发拱兵7居 黑发禁局一步 红发把马逃黑 那接下来 黑发继续上马 但是这兵有根 红发继续拱兵 黑发继续进局 下一笔起呢 吃掉中兵 这红发刷马必丢起 那么实在红发上马 下一笔起啊 成底炮打下要绝赏 那么走到这里 黑发进了一步嘛 红发上马灯炮一加 黑发出价之后 红发上马灯市 那走到这里之后啊 黑发呢就耍费投资证书了 因为这个起啊 还有打下的起 比如 黑发吃个中兵 那么红发把事一砍 那这期呢 进局一加还有抽马的起啊 那随时还可以平局去将 这两个八九马 对黑发的压力啊 不小 那么当时走到这黑发的投资上说了 那如果此时黑发把马吃掉呢 红发肯定会先打你一将 等你上市之后呢 再砍市 下一步骑呢 一进马就会形成绝赏 你上下它就平破 总之下一步骑 跌马形成绝赏的起啊 黑发呢是防不胜防 那么投资证书啊 也是必然的选择 这一排骑最终呢 是红发曹外亚来获胜 特技大师谢静啊 投资证书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会更加精彩 再见